那群里的各位朋友大家周五好 今天呢是2021年5月8日 星期六 这是一个周末啊 首先祝大家周末愉快 那今天跟大家聊天的标题 重在参与 重在参与是一种态度啊 也是对目前很多人问我 这个要买那个要不要碰的一个 整体上的回答吧 这个参与是很重要的 你不参与说没有调查研究 就没有发言权啊 我们没有参与过1040 没有参与过3M 没有参与过MBI 但我们参与过PT啊 我们在这些大事里面啊 参与过的我们就更有发言权啊 至少了解真实的情况是怎么回事了 那么现在说什么呢 那最热点的就是要不要卖了狗屎啊 狗屎啊 狗屎这两天一半热门啊 狗系列 狗系列的这是目前币圈最热门的话题吗 哎 这牛市走到现在了 走得很迷茫了 是不是牛市要结束了啊 比特币都不涨啊 那个山寨币都飞上天 都不知道买啥好 结果不知道买啥好的时候 众人都在吹捧啊 大狗币 二狗币 狗屎币 狗骨头 狗链条 哎 统一的来说啊 这个首先你的了解他了解他 因为对新事物啊 一个最基本的态度 首先要了解他啊 再说你参不参加啊 你不能就一味的排斥 比如说昨天我们看到 有一家银行啊 叫中信银行啊 发了一个声明是吧 我把这个声明先找到啊 中信银行啊 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将 中信银行账户用于比特币等交易资金 充值及提现 其实 资深一点的人啊 看到这个只会呵呵一笑 纯属多次一举啊 蹭热点啊 中信银行这个公告啊 为什么呢 我们 我昨天看到一个特别精彩的图片 上面是中信银行的这个声明啊 下面是评论区啊 人说人才都在评论区啊 各种网友的评论啊 当然都是骂中信的啊 骂得很有才华 这中信出这么一个东西啊 实在是还不如 还不如狗屎的这个娱乐效果大啊 这狗屎的不如啊 为什么这么说呢啊 首先呢 我们知道 从九四文件啊 九四文件是指的2017年 九月四日啊 有工信部啊 央行银保监局啊 当时银保银监局保监局还是两个单位呢啊 外汇管理局还有公安部等八部委联合 发了一个关于打击这个数字货币什么投机的一个文件啊 那个文件里面就明确 还有前面还有一个 呃 是防范代币风发行风险的通知啊 呃 他这个早就说了啊 不得为 数字货币交易提供资金充值提现啊 首先就是中信银行发出声明呢 本来就是我们国家监管部门的态度啊 他这么讲的也是老调子重谈啊 呃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我们以前跟大家也 是在那个应该是在六二八之后啊 六二八在七月份还是八月份这一九年的啊 当时我们说要快开放了 因为当时呢 这个支付宝和微信啊 也先后发了个类似的声明啊 跟中信银行这个声明的意思是一样的啊 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将这个银行账户用于比特币 蓝特币等交易资金的充值去提现 购买及销售相关交易充值马登活动啊 不得通过我行账户划转相关交易资金 已经发现银行有权采取 暂停相关交易交易住宵账户等措施 因为呢 源头上就是因为 九四文件和前面那个监管文件 这两份文件目前也是我们国家 数字货币方面最高的法律啊 级别很高啊 调子很高 就是 只开了一个口就是 数字货币啊 比特币这些东西老百姓可以买卖啊 但是我银行不给你提供方便啊 你想想是不是挺搞笑的啊 九四文件还有他禁止 九四文件里面列为非法的 比方说开设交易所啊 我们已经给讲了啊 九四文件名令禁止 在境内从事收入货币交易服务啊 请注意交易服务啊 就是开交易所的交易服务 你买币只是叫做投资买卖啊 提供交易场所和提供交易信息是违法的啊 违反九四文件的 但是我们要注意到火币OK 这些照样在合法的运营之中啊 那么这个银行的这个声明呢 就属于脱货币多此一举啊 首先是这么一个一个意思 那呢啊 我不知道啊 你你我不知道 有的人要求我解读的这些人 你有没有在火币或者其他交易所 亲手买过币啊 有没有买过啊 你买过呢 很多事你就不会在意这么一个通告了 没买过你就会咨询烦恼 这也是说了 任何事你要重在参与啊 在参与之前 你无非是要衡量一下 你的投入产出吧 对吧 最坏的结果你会不会死掉 不回答啊 买比特币死不了人 会不会破产啊 那就看你把控了 你是梭哈了 还是买个十块八块的 结果是不一样的 狗屎币 一个狗屎币 前面现在带五个零啊 我记得我第一次买的后是 十美金 就买了五百万个啊 后来好像是又花了 丢了一笔啊 后来也就花个几十美金 也就合人民币几百块钱 可以买一个亿 合了不为呢 好 高兴的时候这是一个亿的币啊 不高兴的时候 那就几百块钱嘛 这是你参与啊 如果你在交易所里买过币 你就知道啊 你是第一道关 把你的人民币变成数字货币的过程中啊 这个细节 细节呢 比方说我们就火币做例子 你是进到法币交易区啊 你要想买比特币 你点到比特币的上面有很多的 就像小广告一样啊 会显示 某某某某某某都在卖比特币啊 他标个价格啊 比方现在是美元 标价就是五万八千几 人民币标价三十多万一枚啊 最低的 呃 起点 每个人是不一样的 每个人说是他用人民币 一千块钱可以买两千块钱 或者这个人只接受十万以上的单啊 然后你觉得合适 你就画钩 是吧 画钩之后啊 要解就在这了啊 一切都存在于细节之中 是吧 你要买他的比特币 他手里有币 你手里有钱 对不对 你们支付是怎么完成的 是不是你先给他打款啊 你把你的钱打给他的钱 这里面就涉及到 你是通过什么 你能把钱花出去啊 在这个网上 目前啊 只有 就在线支付啊 只有啥 微信支付宝银行卡 这三种渠道 是不是啊 没有别的渠道了 对吧 那个对方呢 一般会提供自己的微信银行 支付卡 这三种啊 一个银行呢 往往是五花八门的 你不买币 你也不知道中国有这么多银行啊 比如说有些叫什么农商银行 本地的 你听都没听说过啊 但是你可以把钱打过去啊 现在说明我们国家这个联网的支付和结算也很发达了啊 我记得最传奇的是什么河南交 那不是他叫什么什么农商银行 一查那是河南交作的啊 还有一个 有些地名很奇葩 比方说一个三点水 一个币 还有个三点水 一个新啊 因为河南既有这个新呀 也有悲呀 有时这个词念啥都不知道啊 庆元春的庆啊 那个词 在庆元春里叫庆啊 但是如果在地名好像叫新啊 总而言之吧 五花八门 你都能把钱打到他那里去啊 通过你的网上银行啊 比如你用建设银行的话啊 你把你 你把从对方的拷贝过来的地址 姓名 账号啊 用过你的网银就可以 转账啊 比如买了0.1个比特币啊 3万9 你打过去了 就举了几段例子 我们不要买了0.01一个吧 就390打过去了 是吧 然后你 你在那个选项画钩 我确认你付款啊 那边呢 平台就会提示他 你已经付款了啊 他就在15分钟之内啊 因为过了15分钟 他不给你打币的话 你可以起诉他啊 给投诉他 你就会很快的收到一个通知啊 你买的0.01一个比特币 已经到账了啊 在这个整个过程中呢 我们分析就物流和资金流 我们这个地方就把这个比特币 当作一种物 这个是不是跟你在淘宝上 买一个 比如说夏天你买件衬衫啊 或者买一包茶叶 或买一个什么优盘 流程是一样的呀 啊 什么流程 在银行这边看到 只是你的一笔钱 你的一笔人民币 到了另外一个人的银行卡上 啊 一笔人民币 或到了对方的微信或支付宝啊 他上面会显示你就花出去的三万三千九百人民币究竟是买了一个电脑还是买了0.1个比特币吗 如果你不在备注里写上的话 对吧 为什么很多人卖币的他是说不能写备注你备注里不能有任何的标记 你如果你备注写购买比特币 那银行肯定就把你直接卡就冻结了啊 银行把当初就大事来做的啊 冻结了之后 呃 这个钱有可能就不给你有可能给你 但是肯定要让你难受 银行就借此请记者来大肆宣传 本行严厉禁止通过 本行渠道购买比特币啊 然后说是深冬一男子张某昨夜花三千九百人民币从什么新疆一男子父母里购买比特币 被我还及时发现及时制止 及时批评教育啊 我还再次声明我们坚决禁止利用中心银行从事 这这是个完整的故事 但实际上这种事有吗 从来没有啊 谁也不会买个币在备注上写上我买了比特币 好你不写 银行有什么办法知道你这笔钱是买了比特币 他根本就不知道 对不对 你是个普通公民啊 用你名下的银行卡 给另外一个普通公民名下的银行卡 汇了一笔人民币而已 有什么证据表明你涉嫌违反任何的规章制度 任何的法律吗 没有啊 没有 也就是银行 他根本就不知道 你这个转账是买比特币还是买别的 而银行 他提供的服务就保证你这个账户是畅通的啊 什么情况下不让你干呢 啊 什么情况下不让你干 银行账户不是不能用来干什么 干非法交易 买毒品 买毒品他知道对方账户是毒品账户啊 啊 那是公安要配合的啊 在一个洗黑钱 他怎么知道这笔钱是黑钱呢 来往中一个人是黑的啊 他怎么知道呢 公安部门告诉他啊 这个人涉嫌这嘛 监控他的账户 没有这个银行自己是无法完成 这个甄别工作的 还有一种啊 银行可以限制大额交易啊 是吧 我们今年出的去年底的时候开始啊 呃 有些省市开始签托就超过十万的一笔转账 银行一出去 不说你钱出不去 出去了 马上就来一个电话 那个电话不是这个银行的 是央行的啊 央行在各地的分支机构 或者营监局部门的啊 就电话打给你啊 请问你这十万块钱是你打的吗 是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啊 我是卖大盘机的 啊你一份大盘机买多少一百多 我才怎么一百三十多个卖出去啊 啊你买这么多大盘机干嘛呢 你不能这么瞎说啊 我说那是我兄弟啊 他欠中心行的信用卡还不上我 我就就个急 打了十万块钱啊 那边大致这样问一下 这就没事了 银行还能咋地吗 是吧 所以说这个声明呢 就放了一个空气啊 根本没有实际作用 他操作不了 银行从现有的流水中发现 不知道你这笔流水干什么的 必须有公安部门的配合 才能知道 那公安 他会不会盯着每一笔 对不对 我买了一个比特币啊 火币也好 币烟也好 任何交易所 每时每分每秒 有无数这种交易在发生着 我们的监管部门 有必要去每笔的跟踪吗 没有必要 因为这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 而又没有什么收获 他会发现这是比特币 但国家有没有禁止 国家法律上并没有禁止 你买卖比特币 请注意 这个很重要 国家没有禁止 那我公安去为什么要 每一笔就跟踪去查 去冻结呢 难道公安就没别的事可干吗 说也没有人管 也就是总而言这事没人管你 今年以来发生大量的洞卡事件呢 那是另外一回事 那是因为这些流水里面 也不是所有的人卡被冻结 对不对 从总体来说 毕竟还是少数嘛 对不对 从个人来说 我就平均两三个月 听到这么一遣称这个故事 觉得比往年多了 但是你在整个 毕民这个群体里面 还是极小数嘛 他之所以被冻卡 是因为他的往来流水之中 他的上架或者下架之中 这个链条之中 涉嫌到 灰色或者是电信诈骗啊 这些非法机制啊 这跟踪就把你脱离带水 把你牵连上了 银行流水中 所以说呢 中信 刚才讲 第一个他这么讲是合法的 第二个他这么 说的话是做不到的 第三个就是 他讲了一个废话 对不对 他讲的是对的 但他又做不到 做不到又喜欢讲 而且是以自己 中信银行的名义来讲 别的银行也没跟他 就说这个时间点呢 没有说啊 上面有个文件 集中整治 集中打击 没有啊 因为别的银行就没动静 就他冒出来了 不知道他的哪根神经 达到哪根线上去了 啊 结果呢 可以说他这个声明 全中国的B名都在骂 都在骂他 本来还不知道有中信银行的啊 很多人是如果没有办个 中信银行信用卡 也不知道这边 中信银行 中信中信是中国天字第一号央企 很牛逼的啊 中信集团办的一个银行 这叫中信银行 中信银行能干嘛 曾经反正在我们这个 我们不具代理性啊 新疆乌鲁木齐市好像 曾经有过五六家网点 有的网点也撤了 因为现在人很少到柜台去办业务 中信银行的信用卡比较有名啊 因为 我觉得我们大多数人是不是办信用卡 只要哪个银行给卡我就去办 办下来再说是吧 那么其中中信银行就有系列的信用卡产品 什么白金卡 中信银行的信用卡是 它是我记得好像是那个还款的时候 居然可以设成啥 我有两万块钱还了三年没还完呢 啊 就是别的银行 比如你可以设分期可以分12期啊 他好像一下就可以分24期 他也高兴啊 分期越多 他可以挣分期费 那么你的还款压力小了 你也不违约啊 实际上 你这分成24期 他每一期都收你的支纳金利息 他他也挣了不少钱的 啊 这个通告没什么好解读的啊 呃 这也是 他不如以前支付宝和微信发类似通告的时候啊 就他他这么说啥意思呢 他为什么要呃 讲一句废话呢 啊 有一个可以解释的通的呢 就说先把锅甩掉啊 先把锅甩掉 比方将来一旦有什么事啊 某人啊 是通过中信银行去买了比特币出了什么事啊 然后呢 如果是用了中信银行的银行卡 中信银行就说 我们早就说了啊 我们那个不能用中信银行去买卖啊 你买了后果支付啊 你看啊 是这样的 只能事后啊 查明才能去处理啊 实际上呃 就这么个结果啊 包括微信和支付宝啊 最搞笑的是微信和支付宝 隔一段时间他会声明啊 不能用微信和支付宝去买卖比特币啊 声明完了之后的火币是啥反应呢 火币肯定是官方就说 我们同意我们支持 然后呢 火币啊 这些交易所是以前的 我们看到交易所里面呢 啊 那些商户是买卖币的人 他都会上面挂着支付宝的标志和 微信的标志啊 交易所就强行的不行啊 人家已经文件已经说了不用微信支付宝啊 变通的做法是什么 你不要用微信和支付宝的那个logo啊 你就他上面给你的选择就是汉字的三个字支付宝 微信啊 完了啊 照样再用 名利说就禁止 实际上照样他也没查你 因为他查不过来 查不到 技术上根本做不到 知道吗 你不管是支出宝也好 还是什么中信银行也好 还是别的银行也好 还是微信也好 他根本不可能去 每一笔交易去辨别 这是买了一个袜子 还是买了一个比特币 分不出来的 那个银行 他上面就是显示一笔笔资金的进出进出 根本又不带啊 这笔机器是干了啥的啊 干了啥的是公安去查查的查字心的 银行根本就查不到 他也没有这个任务 没有去又去查 银行是干嘛的吗 银行就是中心化记账技术 我们区块链叫去中心记账技术 是吧 又回到这个原点啊 这种东西看看笑一笑就了结了啊 你说是不是他代表了我们官方 应该是打压比特币 不代表啊 银行他也是个企业啊 目前我们家我们国家官方没有 对这个 有任何的言论啊 只有博鳄论坛的时候 博鳄论坛上这次的言论反而倾向于对比特币啊 放宽的意思啊 毕竟以前叫他叫虚拟商品啊 也是有我们周小川同志说的啊 上上届的亚洲博鳄论坛是这么讲的 比特币是一种虚拟商品 居民在风险自担的情况下可以参与买卖啊 然后这一次就说了他是另类资产啊 说到商品的时候 跟银行一毛钱关系吧 啊 银行是管货币的商品根本就 我们国家的商品除了伪敬品啊 根本就没有 任何部门是需要专门对他发言的啊 对不对 你需要我买双袜子需要哪个部门去监管吗 只有这些部门看他合不 质量合不合格的问题啊 其他没有任何限制他的 是吧 那么这一次说比特币是一种另类资产 定义为资产了 OK 一旦定义为资产就涉及到就要需要给他找几个娘家来管他了啊 管资产的部门 我们现实社会中房产是个资产吧 对吧 对不对 他就有啊 有房管局啊 但还是业务管理啊 还不涉及到金融方面呢啊 房地产其实做金融的时候谁管你了吗 央行要管的啊 对吧 银保监局要管的啊 啊 你定义为资产 还有可能证监会会管你的啊 证监会里现在新成了一个部门叫科技金融管理局啊 局长叫姚钱啊 姚钱就是上一任的央行数字货币研究所所长啊 对吧 另一次定义成另类资产 这说明后面有许多法法律要出台的 在没有出台之前你中信可能是寂寞啊发个公告没有任何的意义啊对于中信来对于我们毕名来说也不代表什么政策信号啊政策信号也轮不着中信这么一个你说它是个大银行也不是大 比起工农中建差远了 但是在这个股份制银行里面他还算是可以排到第几位啊 我们说四大银行六大银行怎么排水呢 工农中建完了是交通银行啊 因为交通银行也成立早也是全国新的 它是股份制的啊 当然也是国国有占大股啊 交通银行跟招商银行好像都是同一个跌啊 招商银行是叫招商局啊 招商局是在清朝时候的一个部门 那么后来就变成一个企业啊 招商集团啊 也是跟中信一个级别的叫央企啊 那么交通银行你感觉是交通部不是的啊 你在民国的时候有过交通部啊 后来 他那个交通呢跟现在交通的意思不一样啊 交流汇通叫交通 现在我们交通就指的坐飞机 坐高铁还是开车走路 意思不一样 那么交通银行完全有处银行 这是按地位排序的 再下面才是全国新的这种股份制银行啊 才有这个 招商银行啊 这个什么什么中信银行啊 光大银行这是一个级别的啊 这是一个级别的 再往下啊 包括新业银行 新业银行以前是地方性的 就福建新业银行后来变成全国新的了 再往下 比方说你上海银行 你上海银行就 还北京银行 他这都是地方性的 原来叫城市新闻社啊 改制了 上海银行在上海 北京银行在北京 在当地有很多优惠措施 老百姓喜欢用 在全国呢 他在个别业务上搞点优惠啊 他战线拉太长 他也没那个实力 是吧 现在我们国家银行终于 多如牛毛了 以前就几家银行 有不只能数得过来 中信银行是再普通不过的一家银行了 他发的声明完全没有资格 也没有本事去代表一个政策风向的变化啊 所以对这声明就不用惊慌啊 破声明让他们扯这么多 也就是让今天我们吹牛逼多了谈资吗 实在是没有必要啊 我还是回到我们正在参与这个态度问题啊 直接讲是狗屎臂的问题 今天是热门话题嘛啊 而且今天我们看到 OK又横空出世啊 因为这个 屎巴这个臂呢 他的英语 你如果用汉语拼念出来叫屎巴 他也不叫狗屎啊 但是大家喜欢叫他狗屎 他就成狗屎了啊 一炮香喷喷的狗屎啊 就是因为在那个马斯克喊丹过 呃 都记就是狗狗臂之后呢 好像提到这个 这个就是SHIBA啊 是吧 就是正中的翻译叫柴犬啊 是一种两类啊 但是他们本质上 他跟狗狗币本质上应该是不一样的 狗狗币就是个搞笑的产物啊 他是先无限量发行的啊 狗屎币他限量就是 千万千万亿 所以前面零特别多 但是他是有一个规划的 他是要做去中心交易所啊 留财等等的啊 所以他你要说论价值 他比狗狗币更有价值啊 但是他凑着狗狗币的热点啊 起家的啊 然后被这个马斯克两次喊单 主要的是最主 最最主要的狗狗币为什么能红 还能走红 然后接着把这些狗系列就带红 还是因为 群众运动 我们叫做数字货币的群众运动啊 那边大放水通货膨胀 手里这么多钱 人家保值增值 听说数字货币能够保值增值 跑赢了大盘 那么他进了币市里面买啥币好呢 比特币一看 哦好贵啊 买不起 别的天天涨不敢买 有没有这种推荐一个 那么搞笑 买狗狗币啊 啊 你这一千块钱 比特币 才能买零点零几个 狗狗币 一千块钱 可以买几万几十几百万个 不一样 你买狗狗币一下买十个亿 这种很简单的一个逻辑 他就买了 管你干嘛的 反正我手里都有币 就是在这种大众心理状态之下 才会有这种走红啊 那走红能不能红下去 这是要害啊 红一晚上 红脸晚上 那叫投机啊 昙花一现啊 因为他没有内在价值支撑啊 人群容易聚拢 也容易散去 是吧 作为一个社会现象 我们作为旁观者 能不能买 看你从什么角度 从参与的角度上 你买个十块八块 有何乐不为呢 但是往往问这个人的人 你是对他寄予了过高的期望 什么期望 因为狗狗币已经三百倍了 啊 我这个也 我也信狗啊 我也带狗啊 啊 我也想让他弄个三百倍啊 我觉得这个就属于一个不切实际了 不是说不可能 万一 也不能排除有个万一呢 是吧 但是你不能把你 瞄着三百倍作为一个直觉的理由来买他 这就着象了 能不能到三百倍或者三万倍都有可能 但是能不能真的到 那要考虑其他的因素啊 比方说我刚才说了 这十八啊 为什么认为比狗狗币更有前途呢 他是限量反正 狗狗币是无限量发行的 啊 狗狗币三百倍 他随时给你给你注水啊 狗屎币他不存在 他发现一千万个 其中五百万个送给了 微神啊 就五百万亿啊 请注意他的单位是万亿 这一个 再一个他 他有规划的蓝图 他有一个叫十八swap 十八swap为什么值得重视呢 昨天也讲过 你在那个钱包啊 就TP钱包里面 你数一数有多少个swap 我估计几百个 根本你就数不过来 这些swap都是干嘛的 根本都不知道 人们经常听说的就是一个 uniswap和苏式swap uniswap是最大的 去中心交易组 他一炮走红 是因为他给大家发红包 发的特别大方 只要你去打开过 注册过 路过过 因为uniswap去中心的 你只要通过你的钱包一登录 你在以太坊状态上 你的以太坊的地址 你知道他那就有记录了 有记录之后你到他家 创过门他就给你发 一发四百个uniswap 一个uniswap现在四十美元 四百个 你想想是不是十万块钱了 和人民币 每个人都有 uniswap一炮走红 他目前也是最大的 西州新交易所 在上面锁定资金 四百亿美元 但是他是在以太坊链上运行的 那别的链上就玩不转 那好了 波场链呢 波场链是孙玉成 搞了个just swap 所以孙玉成这个人很聪明 跟风跟风的特别怪 而且在去中心上面很热闹 去中心 你一旦在去中心玩怪了 你就会觉得中心化时代不好玩 因为中心化时代你不断的被割韭菜 当然去中心是另外一种割法 现在的万倍币传奇 都是发生在去中心交易所的 去年uniswap上贡献了一个 四十三天一万倍的神话 那么这两天又来一个 好像叫什么pancake pancake pan 是啥 是一种锅 平底锅 pancake 就是平底锅上烙出的饼 叫薄饼 这个叫pancake swap 好像是专门用来玩这个 必安恋上的东西 居然玩出这个神奇叫做 六十八万倍 我的妈 这天文数字啊 四十三天一万倍已经够传奇了 现在给你来个四十五天 六十八万倍啊 也就一块钱就变成六十八万 四十天 我这是看各个群的宣传 我现在还不知道他是干嘛的 没研究过 但是访盘已经出来了 你不去参与一下 不要说挣钱了 你连这个讲故事都讲不懂 你都不知道故事怎么回事 从这个角度吧 你狗屎币也罢 这个六十八万叫safe mall safe是安全的 后面是月亮 安全的月亮 好 他的访盘就叫safe mall mall是火星嘛 安全的火星 是不是要把九大星星全部玩一遍 那狗屎币把十二十三箱全部带一遍 这就是目前币圈一个现象 你要给我讲区块链 太高深了 去中心 可树园 什么哈西的 已经够烦人的了 现在登峰造极了啊 在讲雷尔二 什么叫雷尔二 那叫雷尔一 二层的应用 那跨列 在讲这个什么 自动做事的时候 什么迭代 没人懂 也没人想去搞懂 人们想就是 买啥 挣多少钱 你告诉我就行了 这太好了 为了方便记忆 买月亮 买火星 买狗屎 买骨头 对不对 这就大众化了 这里面为什么 这个狗屎这个SWAP就有前途呢 最重要的是 别人容易记住他 接受他 一百多个SWAP 哎呀 有饼子的 有水果的 有寿司的 人 目前啊 从互联网到区块链 他有一个特点 要讲共识 共识 共识首先要识啊 要识别 告诉你是谁 怎么一句话 让我记住你 我是一泡狗屎 OK 记住了 我是什么 这个ZNINK 我是布特林 外国人记不住 明白吧 而且这狗屎是经过马斯克加持的 就从宣传上他就占领了先机 他容易占据你的大脑 容易形成共识 而共识是数字货币这世界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 没有共识你很多东西根本就不存在 很多东西解释不了的 用任何理论 用任何的 哎高到天上的专家的理论 还是民间的理论 你都解释不起 但一说共识 就通了 雷达币 你再给我讲不是区货量 重要吗 环保币 重要吗 有共识 人家就讲 我又五百万人玩 我又一千万人玩 啊 咋地 啊 没有一千块 没钱保诺 他就有价值 确实他有价值 你按这个 这个理论 你能讲派 我们讲那个派 就是圆周率 那个派币 是吧 人家现在今年就正式官方宣布 12月上主网了 主网上啥情况 不知而知 因为在此之前 啊 很多很专业的人 他不是区块链 是不是区块链重要吗 啊 这就像先有机 还是先有弹一样 区块链 区块链 区块链是啥 老百姓感兴趣吗 比特币比特币 哦 比特币啊 比特币 干嘛呀 哦 两千万倍 一个 可以买套房了 在我们这 好东西 为什么好 比特币是用了区块链技术 这样人们才接受区块链的 把你把这个因果关系搞清楚 把所有的东西 在共识这个层面上 你不搞点噱头 啊 你怎么让共识 首先要识别 连你的名字是啥 连记得记不住 你不能把你跟别的区别开来 是吧 哪怕你就是一条狗屎 但印象深刻 是吧 容易记住 啊 一下就跟 很多个swap就 去分开了啊 一些swap 真的是你是 无暇顾接 要什么 Z swap A swap B swap 哎呀 很多swap是很高级的 里边确实有很多 很高级的技术的 啊 但是 在高级的技术 没人玩啊 没人玩啊 对吧 你怎么就招来 越多就越有问题啊 我说现在到了曲重新时代 是什么时代 就人人可以发B 人人可以发B 那意味着 大多数B都没有任何的价值 他就跟我每个人一样啊 你有你个人的价值 但你不可能凝聚财富 是吧 那么多中国像郑爽这样的女人 不说一个亿 不说一个亿 有一千万吗 但是只有他 卧槽 片酬就1.6个亿 这明星效应啊 啊 我们看到这个 优利斯拉普也好 各种斯拉普上 每天都在有新币上来 啊 很多人到现在还在问 火币上找不到 啊 火币算个啥吗 一定要在火币上找到才算数吗 这个 这个新的传奇币叫什么 Safe Moon啊 澳口 啊 这个月亮币吧 啊 都是上了月亮了 现在好像在币安还能找到 以前他在创造故事之前 接受所里没有上的 这些故事都是发生在 各个swap上面的 包括前天跟你讲的 什么卡燕swap啊 还有那个盘古社区 去做那个 也是三个月千倍的 拳头币 不上交易所 啊 那么以后我们很可能 都去到 狗屎交易所去玩 一些去中心的币 因为未来 就是DeFi DeFi就是在去中心的交易所发生的 而去中心的交易所里面 去中心的币 根本就 没有什么几十美金 我看那个 所以你全能上面 根本好像 连这几十美金都免了啊 所以上面 啥币都有啊 你NFT是热门话题 他有无数个NFT的币 跟那个NFT 啥关系 毛关系没有啊 这么就说啊 一旦啊 就是区块研 数字货币已经发展到第三个区中心时代啊 人人都可以发币 人人都可以开交易所的情况下啊 为了胜出 为了让你记住 为了让你在选择困难事 正面前啊 印象深刻 从这个角度上 狗事币也是有前途的 啊 何况呢 所有的SWAP 万变不离其中 他干的就那么几件事 挖矿啊 施压挖矿 流动性挖矿 然后现在再跟NFT结合起来 铸造个啥 所以我经常讲 你要学习一个是啊 系统化的学习啊 一个是 你到任美王老师 那个币圈 币圈资质通鉴 你学习班啊 百十多块钱啊 坚持的听课 因为他是系统化的 你一两堂课解决不了问题的 解决你的底层逻辑和认知 再一个你要体验呢 我们不是 很多人玩的叫做金像 SWAP2 SWAP2 他上面就把所有的 因为他门槛很低 一百一百一百就可以玩了 你首先就不要把它当作一个政权 当作一个学习的地方 一百一百 你不够 里面有流动挖矿 质压挖矿 什么NFT 各种玩法里面都有 你现在里面练练手 也许能正常 也许正不上 反正你学到知识是学到了 对不对 因为从去年底开始 挣大 不但那个炒币挣不到钱 合约都是 昨天不是疯传 也是炒合约跳楼的 这种故事真的让你 我也不炒合约 也不炒币 我同样不用 同个十年八年呢 我就三五个月 就可以挣一万倍 不香吗 不能保证每一个都是 这些你就要大胆尝试 你必须到这些SWAP里面 各个SWAP里面去找机会 SWAP里面陷阱更多 套路更多 骗局多得很 他没门槛 更难监管了 有些人 搞众筹日开始行骗 我们昨天不是 看到一个 众筹一个叫FCC 足球的NFT概念的B 小群百十来号人 哎呀 这本一宣传文案一出去 其他的小白们热情高涨 在哪买 地址给我要打币 结果就有人会去摸鱼啊 就把自己的地址 哗刷出去 就让他们打U 一百U两百U 据说是几万U 这个人就跑路了 跑路了 跑路 低级的跑路 因为这个人 他也不是突然 从前而降的 他跟那个群里面的 某些人还认识 别人就把他身份证贴出来了 现在好像就 这人就找到他 要么还币 要么就报警 是吧 还是要重复一句话 上杆子不是买卖啊 不要被这种饥饿营销 套路上啊 就难免有这些坏人 啊 挥水摸鱼啊 打钱的时候 要慎重 因为这所有的私募 都是通过 私募的外围 也就是一个 从法律上跟你的关系 也就是普通的微信好友而已 你也不认识他 他也不认识你 有的负责责任 他把他的身份证先提供给你 有的 就建立在 一种爱信不信的那种关系 给你一个地址 你把优打过去 他把这个优才给项目方 那边的私募 因为他中间 可能吃个过水 是吧 但你接受不了项目方呀 啊 过一段时间把优 把那个避发给你 啊 有的还没有呢 啊 真的 依然要有一种重在参与的态度啊 你不参与的排斥一切 什么情况下 什么东西不参与呢 就是一些已经证明是骗局的 已经确认是资金盘的 这些东西我们是远离远离再远离 但对一些 未来 他有好的可能 也有坏的可能 但是你不 你近而远之的话 你连了解的机会都失去了 这不是我们要讲的态度啊 所以讲重在参与啊 就参与一下 作为一个了解啊 我以前说的狗屎笔 我说你把它当作个娱乐 我当个娱乐挺好的 啊 不要把它当作一个发财的捷径 那个就 没有一个 发财的捷径是他一出生的时候就就告诉你我这是发财捷径的只有骗局才这么宣传啊 比方冒出这个C夫梦谁讲过他自己都没说自己都没想到会 又冒出这么一个神话啊 包括大一大一副啊 苏氏 刚开始出来的时候像他们都忘掉了 狗狗币也是这样的 狗狗币现在 狗狗币的创始人现在他在打工啊 但是狗狗币三百倍了 他他当时 好像代码放在网上 他把他好像私钥是丢了 是怎么回事 大师的无意中 无意中碰到了啊 你每天你的啊 很多人是习惯去找一下不愉快的啊 万一这个六月份还不开网呢 你咋这么多事呢 万一明天就开了呢 你这么想不好吗 每天找的理由来让自己开心一下啊 这样你的健康寿命都会长一点是吧 那么是吧 万一啊 狗狗币也搞过千倍万倍呢 万一他不搞成 反正你就花个十块八块的啊 两包烟钱吗 何乐不为呢 至少你在这个话题里边 你有的可谈 你经历过 你有你有发言权了 总比那些连地址和私钥都不知道的人 就在那狂盆比特币 这也不是那不是的人 要强不知道多少了 因为这些啊 包括 什么万倍传说的 几十万倍传说呀 狗屎币呀 这些屋里头的事情综合到一起啊 其实啊 它是一种社会现象啊 什么样的事 就大众化啊 我们讲的本质上是个群众运动 老百姓用户的事情啊 我们 重在参与 先了解再说 不要先给他扣个帽子 不要像中信银行家 不合十一的时候 发一个被人骂的一个 公告啊 尤其是啊 币圈热闹了 我们想 你央行的数字货币才能顺利的 落地 你不能总是把币圈 妖魔化 抹黑 打压 妖魔化 是吧 以前我们官方媒体一直在对数字货币进行抹黑 打压 妖魔化 那好 现在你自己的 央行数字货币 要落地了 你会让老百姓一个困惑 哎 你不天天说这个是骗局是传销吗 你怎么自己也发币呢 啊 你要给老百姓解释 啊 我这个是这样 他那个是那样 老百姓有耐心听你解释吗 才没有呢 是不是 大众心理啊 是一个我们需要研究的问题 大众心理 是吧 尤其是区块链和数字货币 啊 你涉及到共识 啊 讲生态 讲共识 你没有共识 没有生态 你单纯的讲你这个有信用 那个有法律效率 那个是什么双级线 匿名 毛友没有啊 真的还不如一条狗屎 更能为老百姓喜闻乐见 好吧 今天就聊到这啊 还是祝各位开心愉快 谢谢 对 继续